新一代小贩中心 能为本地小贩行业注入新生命吗 价格方面 新小贩中心又有什么做法 家窑汇集的小贩中心 可说是新加坡人的廉价美食天堂 大家在这里用餐聚会 生活里总少不了它 根据环境与水源部的一项调查 73%的受访者 每个星期至少到小贩中心一次 早餐午餐都在小贩中心解决 差不多至少有三四次吧 不可能每天吃餐馆 方便 也有的选择 好像吃一个午餐不用那么贵 不用那么fancy 小贩生意是一些国人 赖以为生的一门生计 国家环境局目前管理全岛 109个小贩中心 其中106个小贩中心拥有熟食摊位 总近约6000个 从1986年起政府就没有再新建新的小贩中心 直到2011年政府才陆续宣布新建新一代小贩中心的计划 这些小贩中心将会建在一些新的族区和饮食设施不足的族区 为居民提供价格大众化的食物 在2027年年底之前 将有20个新一代小贩中心建成 目前两个已开业的新一代小贩中心 是位于后港的磁园小贩中心和五级班让小贩中心 国家环境局已经将他们交由社会企业和合作社 以非盈利的形式管理 管理范围包括物色适合的小贩到中心里营业 以及负责小贩中心的日常营运等 其中五级班让小贩中心由纸总副食客和作社管理 我们的社会的这十多年都一直在改善 可是小贩中心还很落伍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觉得可以把它改善 他们的开蛋的时间需要最少12个小时 如果不可以符合这12个小时的营业时间的话 他们可以跟另外一个小贩来配合 因为我们的做法是一个社会企业的做法 每个摊位都需要有起买两道食物 都以低价来卖给的顾客 在五级班让小贩中心售卖炒果条的正启发 也曾经在咖啡店开荡营业 相比之下 他觉得新一代小贩中心的经营模式和建筑设计 对他的生意帮助相当大 第一点这个小贩中心很宽阔 还有它比较凉爽 而且我们的摊位都很大 所以做起来我们就很顺手了 价钱方面是受他们的控制的 多销保利的 不像我以前在咖啡店每天 大概是600、500块的营业额 但是在这边有可以算签的 每个星期有一天的休息 那么其他好像每三个月 我们的托克选择有清洗八杀 多数是两天 那么有时候我们就加上多一天的 跟他们申请去休息 所以多数都会批准的 所以我们会安排了 新开张的新一代小贩中心 除了在管理上 由社会企业和合作社负责 在设施上也有不同 国家环境局告诉前线 新一代小贩中心 在设计上的基本特色 包括利于通风的高天花板 亲家庭设施 以及节省人力的措施 其他可能附加的设施 包括食物回收空间 新科技设备 如无线网络 以及机械助手等等 新一代小贩中心的摊主 是否能适应 不一样的运作和管理方式呢 他们保证能干净 然后顾客就比较多一点 比较不一样的联络 所以以前的巴扎 就是说 可以一个警察来 你就跟他讲 反正他们是在这个警察 你自己做好你自己的生意 就是说 因为overhead是蛮高的 所以你是 很像不像我妈妈那边 就是说 要休息两天就休息两天 这边就算他一个星期跟我讲 可以休息三天 我也是没有办法休息 时刻对另一家 由肥雄餐饮管理集团 管理的雌园小贩中心 又有什么看法 价钱不是便宜的 这里不管还不便宜 我们去普通的那些小贩中心 还要便宜 卫生方面会比较好一点 新一代的是这边干净 而且这边的食物也不错 来的时候 你的心情会比较好一点 除了由政府管辖的小贩中心外 国国近年也出现了一些 由私人企业开设的小贩中心 为国人提供了 有别于一般的廉价美食选择 这家以集装箱为装潢主题的 小贩中心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设计独特 它还会在夜晚摇身一变 成为有乐队助唱的美食员 这样的经营方式 会看注有何帮助 又是否符合食客的口味呢 附近做工的人 大多数都是小型企业 所以都就是很支持 然后比较喜欢那种不一样的食物 人潮不一样 这里的人潮会比较年轻点 而且很多吸引很多外来的人客 价格都比一般的小贩中心都一样 用餐环境比较好比较干净 然后我们就是托盘嘛 每个都有 就自己拿到那边 然后放进去 然后拿回deporti 我觉得比较好 就比较干净 而且每个人比较自觉 最近凭着家传手工渔丸 入选米其林指南的小贩黄正勇 就曾经在政府新一代小贩中心 和私人小贩中心之间考虑了许久 最后选择搬入私人小贩中心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现在没有考虑 也是因为员工也找不到 比较没有自由 因为你叫一个60岁的安丁 去可能去卖面还是什么 他也不可能一天跟你做 再做12个小时 还要加上food preparation的时间 就最少都14到15个小时的一天 新的一代的小贩说 要卖两道可能两块多的食物 给low income的family这些 我们都理解 可能要有来像去看医生 有pinal generation card 都说我们 然后我们才可以卖他们这样 如果是每个人都来买两块八的话 这个生意不用做了 因为两块八其实是 几乎是赚不到多少钱的一碗 可能几号钱而已 面对租金和成本压力 小贩们能怎样应变 以维持收入又留住时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么 未经订阅明镜 展示anst… 感谢观看